请,好嘞,那边来 这个是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叫什么 终端区 这房间是不能入住人的 是吗 如果就是房间客房没有全满的话 他就做了一个示范间给他看一下 那像这样的这个房间呢 就是这个厨房 这厨房能用吗 可以吗 这个是只能 这个没有那个烟机 就只能是说是有个小奶锅 你可以热一下饭什么的 我们看一下 这边做的那个烟杆 一旦一冒天就就爆出了 这边就是大家看一下 有很多网友朋友们关心的说 卫生间做干湿分离的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我发现有很多也就是这样 没有分开的 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 选看看 要什么样的一个硬件的 这种服务的情况 不过他这里边有一个什么呢 防滑的这个扶手 所以大家还有一个这个椅子 是吧 然后这房子是就没有阳台的 对吧 这种是不在阳台 这两张床 两张床位 咱们这个房的话 是收费是怎么样的 一个收费标准 现在的话是178一个人 18一个人还是 一个人一个人 一个房地的话是要376的 就是一张床位 是吧 那管吃吗 不管吃 就是吃多少算多少 现在是这个标准 是淡季的标准是吗 咱这我了解到 就是也有淡旺季之分 淡旺季之分 那现在的话是马上就进入五月份了 五月份开始就是旺季了 对吧 五月份进入之后呢 旺季这个旺季的收费标准 是怎么样 这个政策的话 如果不调整的话 也没有其他英会政策的话 就是执行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每个月是这样的一个价位 是多少来着 您刚才说 是一个床位 一个床位每个人 是1800 1800 就是不 但是不会再有水电费了 水电费是包含的 水电费是包含在里边 那其他的呢 比如说这一个娱乐呀 这个娱乐型的这种消费呀 如果入住我们老林公寓的话 是老林大学的课程是免费上的 老林大学 就课程涵盖的话 这个您大致介绍一下 都有哪些 类型方面的 老林大学的课程 像有书法啊 像有茶叶啊 还有古增啊 还有一些交易舞啊 民族舞啊 这种的 那球类运动这些呢 球类运动 比如说一些 还有乒乓球 其实一般都会 这个课程 下面的娱乐设施的话 也包含乒乓球 台球 这些什么类的 那如果是一些 耗材类的这种运动啊 或者说这个 这个这个健身啊 等等 耗材 这这类的这个东西 书法的墨 还有纸 对 这些是需要客人自备 喜欢自己自备 自己自备 这标准不好听啊 这应该 会显得自己 自己准备自己的 那就是 在咱们那个 治养基地的话 是我了解到 那个乒乓球啊 比如说大家去打球的话 或者是羽毛球啊 这些球啊 这个是需要大家自飞的 那在咱们基地呢 你说说这些 大部分老人 其实还是喜欢自己 带自己的 打个比方是台球嘛 台球杆的话 有公用的 但是大部分 但凡去打的话 会自己准备 是吧 他们喜欢用自己的 因为是 用这种东西 你们说这种东西的话 还是 有的可能会是 不顺手什么的 明白 有的喜欢更 还是更好一点 有的可能喜欢 就是在造型上面 反正这个 它的喜好不一样 但是也会有共用的 但是 那如果要是 这个 忘记是1800一个人的话 是这样的一个房型 那咱们这 收费最贵的 这样的房型 能够收到 什么样的一个价位 这一会儿 让秦台给你说一下 大套房 我没接触过 你没接触过 是吧 今年中午 休的那个 那属于大套房 它那肯定就不是这个价格 那一般咱们这个 冬季是属于淡季 是吧 冬季属于淡季的话 淡季的这个 这个价格是什么 那这个价位 每个月能够 能够多少钱 900 每个月 每个人900 是吧 那这样的一个 同样不包含吃 同样不包含吃 水电也是包含在内吗 我们这个水电 它每月是有50块钱的补助的 就是你只要不超过这个话 是不用收费的 就是冬天淡季的时候 是这个政策 都是一样的 水电费我们都是一样的 每月每日的话 都会有一个50块钱 您刚才说的 这个1800每人每月的 这个旺季的 也是这个政策 是吧 不用自己付水电费了 那如果使用超出了呢 那只能说明 你房间的水感地方坏了 不然你不可能超出 不可能超出啊 是这样啊 因为这个 要是在这地方的话 你洗衣服的话 是有想法的问题 你要是做饭的话 做饭咱们这儿 有燃气灶吗 这一边上 这种户型没有 是吧 这种户型是没有 因为这个烟杆 它的这个位置很低 如果你一旦一冒气 就报警 一炒菜就报警 你就是哪怕你 做饭的话 50块钱这样的一个额度 因为没有大功率的定器 也没有洗衣的这种水的担忧 几个早中常洗漱什么的 你房间水不漏的话 你不会超过这个的呀 电也是一样 电的话 后面的话 你后面住的那种 他们可以用电磁炉 但是家里同样 你不会带有它大型的定器 你就有个空调 有个天箱什么 不会带有其他大功率 并且用电磁炉很少 明白 那咱们这个基地的话 会为老人购买保险之类的吗 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吗 项目 是意外型吗 对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 比如说出行 或者说在基地入住 达到一定的时长 月份 就可以会免费的 购买一份保险之类的 因为我在其他这个地方 都了解到 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政策 咱们这有吗 老人的这个协议的话 他还想问 您不是太清楚 是吧 行 那关于说免费接送机 或者是接送站 这样的一个 这个服务政策 是怎么样的 免费接送一次 免费接和送 对吧 那这样的话 就是算是一来一回 两次 机床 七月高海站都可以 那要是这个 比如说我要入住的话 是提前预定交易定金吗 还是怎么样的一种形式 你可以提前预定 也可以说直接到咱们基地来 进行这个咨询 再办理入住 对吧 我还是建议您预定一下 就为您就是 就来之后 没有您想要的那种 不行 或者是 或者说是房金正好 就是不太够 您住不上那种 最好 一旦那时候就好 还是预定 不想做好 那这个预定的话 是需要交定金吗 定金的话 需要多少呢 您还是不太清楚 还有一个情况 就是给您了解一下 如果您知道的话 就是您跟我们讲一下 不知道的话就算了 因为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牵扯到 就是老人在这居住 比如说居住了几个月 但是突然发生 一些事情需要返回老家 就是离开 那这样的一个退费的 这种政策的话 咱们这是怎么样的 一个执行标准 您清楚吧 就比如说 我在咱们这住了五个月 但是呢 我第五个月 可能没有住满 我要提前离开 还剩个这个一周 或者是十几天的 这种时间 但是这个费用呢 我没有这个 就是使用完 对吧 那如果这个钱 因为我是一次性交 咱们这边 是不是一次性交费 有老人是每月交 每月交是吧 有很多老人都是每月交 他不是说是一次交一年的 一次 大部分的老人 就我知道 大部分老人是 就是每月就终于续交 每月续交 您刚才说的 1800这样的一个 每人每月 那如果要是一次性交 这个三个月 五个月 或者是半年的 还会有更优惠一点的吗 就是这个 有没有这个说 一次性交的时间长 更优惠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政策 咱们一会儿要请谈 让他具体给你讲一下 价格 价格 那些什么 行行行 好了 朋友们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的这样的一个 繁金情况 还是欢子 给大家去说的 那样一个 在微海这边 就是我了解到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不包含吃的 也就是说吃的话 是大家自费自理 根据大家的一个口味 需要看看 就是打多少 这个饭菜 然后呢 花多少钱 那当然在海南的话 就是他包吃的 就是自助餐的这种形式 基本上是这样 大家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 做对比 朋友们 还有想要了解其他相关信息的 可以在欢子的视频下方留言 朋友们 欢子再给大家做解答 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我是欢子 没有关注的朋友们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朋友们 吕波的粉丝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帮欢子 点赞评论转发收藏视频 拜拜